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菜鸟飞旋,打神鸟 发说上次我们从鹰匠跑来到偶尔隐身战斗心 被毛熊抢走,强行换成米格15战斗心之后 我们正驾驶米格15战斗心,把他挥回家 但是毛熊的领土实在太过于辽阔 虽然毛熊给米格15战斗心加满了油 但是我们差一步之一啊,就要挥到家的时候 我们驾驶的米格15还是挥没油了 随后我们只能无奈的在空中选择了跳赏保密 然后我们跳伤后就非常凑巧的 加入到了脚本机的军事基地内 而且落地的旁边就是一架RV86配套战斗机 RV86配套战斗机跟我们刚刚驾驶的米格15战斗机 属于同一时代的产物,并且可以说得上是一对死敌 现在我们想要回家,只能从脚本机的军事基地内把它偷走 然后把它开回家 要启动RV86配套战斗机其实很简单 比米格15战斗机简单了很多 只要几个简单的操作就可以启动 下面看我的操作就可以了 估计一火热就能启动完毕 首先我们要大胆的命令脚本机 给我们要驾驶的RV86配套战斗机 接通地面电源 地路电源接通后 我们先打开右边那网上的发动机指控开关 同时把油门把手推到启动位给发动机过油 然后再把视线转回到右边 波动按住启动机开关一至两秒后再松开 接着把油门把手推到发动机怠速位置上 RV86配套战斗机的发动机就开始启动了 在发动机启动了这场实验内 我们往右边波动这个按钮 将液压系统重置一下 防止一火起灰的时候液压系统失灵 同时往下波动这根波杆放下锦衣 然后点击这个按钮关闭做伤盖 接着波动油门把手上的这个按钮 收起减速版 这一系列操作下来后 RV86的发动机也启动完毕了 成体可以说非常的简单 现在我们可以把操作机滑行到跑道上 准备升空了 停止 再etera 再称 二 première 二 第二 第二 二 二 mulheres 现在L586配搭三套机已经成功升空 接着来大家就可以用它来发飞机了 打脚分机的飞机一定很过瘾 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开飞机 那今天的游戏视频到这里又结束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